与其说C罗最大的错误是离开黄马 倒不如说是认为自己会超越梅西 当涨金一千万的要求 遭到弗洛伦蒂诺的拒绝号 C罗立刻下定了离开黄马的决心 这当然不是因为对金钱的贪恋 因为在C罗的眼中 这根本就不是钱的事 梅西当年在巴萨的年薪是六千万欧 C罗在黄马只有两千一百万欧 C罗觉得年薪只有梅西的三分之一 简直就是对自己最大的侮辱 那么几个月前 他就不会为了留在欧洲 多次拒绝沙特的两亿年薪吧 但如果时光真的可以到辽 C罗一定还会向神明发出挑战 就像当葡萄牙陷入逆境之 无论重来多少次 C罗也依旧会打上风笔 而其他球员拼命诋毁的C罗 却是梅西眼中最值得尊重的对手 当被问及谁是世界最佳时 梅西会提到内曼尔·莱万等人的名字 当记者进一步提问 为什么没有C罗的名字时 梅西会认真地回答 因为我把它和自己放在了一起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